哈喽大家好 今天邁倒水的同学们 今天在终于大招之后这边 一家很低调的社区长河馆子 这家店叔叔夏天的时候 跑两趟两趟都没开门 今天算是山库茅庐了 要个火爆腰花 再要个麻婆豆腐嘛 一碗饭 你们这儿我是来的山派 头两派的官门 都玩了一个星期了 你们都没开 就拔一发那样子 你们这儿没电话 我又不好这个 你们是两口子一个 我说发生 明天还敢轻人吗 明天还敢轻人吗 909090 9090 现在生意确实不好做 9090 他在厨房就正对路边上 随便确实 这个灶态一看就有点年轻 嗯 哦 说不定看着老师傅了 哎 好嘞好嘞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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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好嘞 好了把玩家抠手道留到桌子上了 先来看这个火爆摇火 居然是切的奉威摇火 现在只要把你烧解了哈 分当也可以 配上有歪道劲 还有比较多的炮椒和大虫带来提味 这个摇火吃 前面的任何意味 绝对的鲜火 刚好断生 简直嫩的劈爆 真的是要精巧到苗里火火掌控船里做得到 只有长年的越来龙 形成肌肉积极材的心 佩服 调味一横八屎 海带和屎 豆瓣家和炮椒的味道相浮相乘 勾起来也不多 豆瓣平分9.5 再后这个火爆摇火 为啥人跑吃 八百只个人绝对 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国气太足了 刚看师傅炒起来过去已经全死了 二个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油的味道 叔叔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就有一种石层香吃 就好像一点九月的味道 都要吃完了才猛然想起来 就是以前贵意 老食堂带过小草的味道 话说叔叔小时候最宣求外婆上班的地方吃饭 小时候管理恨人间人爱 眼睛大头发多 不像现在长惨了 没排气外婆都要去 跟小馒头端带过小草 然后我狠狠的盖他就要老干饭 真的是吉他还深刻了 他家差不多就是这个味道 经常自己弄饭 或者看王刚老师视频的同学们都晓得 炒菜的时候要想不炸锅 一定要热锅冷油 先把油烧热倒出来以后再放冷油开炒 然后火爆羊花干也火炒 羊花和干子在炒之前必须要先过一道油 而且必须要炒一次油 这个是羊花能不能的关键所在 过原来这个油再继续拉的炒菜 炒出来的菜才有这个独特的香味 功能有些同学会介意 不过单从味道上来说 百元是个人做的 这个就是带过小草的天药板 也是穿菜炒菜的天药板 随便啥子好处心的啥子铃都干不到这个 但再次强调 这个只是百元是个人的主管开发了哈 接下来是马破豆腐 中球队来说应该算是烧家常豆腐 因为我们俩只肉少 不过和和和调味都是到位了的 口味放的比较重 麻辣鲜香糖福果子很中球 狗钱也是三次 但是保原只不喜欢吃老豆腐 这个又是国家科威问题了哈 总的来说 这家这个师傅的水平还是很可疑的 尤其是这个火爆腰花 真的是保原只心目中 成都火爆腰花的天药板 其他才没吃 就不晓得到底如何了 说一切倒一碗 如果同学没有兴趣来尝试 火爆腰花或者干腰火草 绝对是逼得才质疑 是不是 哈哈哈哈 这张超好了好吃 其实这个东西都有个量 就是你不要天猛杀疹 这个 天天都在整个人贫 哎 我八月整个鸡排 其实影响不大 哈哈哈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喜欢叔叔的视频 还请同学们点赞、投币、分享 这对叔叔非常重要 感谢同学们 我们下期见